大学生了没 大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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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 好 今天是打开电视新闻 大家都皱着眉头 因為就是一直閃光灯 然後一直有人在道歉 從塑化機開始 然後米 麵包 油 奶粉 然後瘦肉筋什麼 一大堆的 然後有時候你知道 每天就是在開獎 就是今天比如說在吃飯 我就看了 我說又爆出哪一個 好險沒有買這個 然後明天就是 我最喜歡吃這家的肉 對 所以每天就是 處於一個驚心動魄 今天我們就要好好來聊聊 到底我們 比如尤其是外食族 應該怎麼辦 他們應該怎麼樣去辨別說 這個店或這個品牌 或是這個食物看起來 這個便當看起來 我們能不能買 或是學我就是 假裝什麼都看不到就好 對 你還剝得好好的耶 這樣不好… 因為你什麼都不看對不對 就吃就對了 因為看的話 真的就是什麼都不敢吃 也對 但是新聞這樣報 請問各位大學生 有沒有影響你外食啊 有沒有 宣插 外食族可能滿害怕的 哈利 你完全沒有耶 只要沒有蟑螂爬過都可以 沒有啦 就我只會怕吃那種 什麼假蝦仁還是假肉的 像那種說話 那你怎麼辨別他是不是假蝦仁 那個假蝦仁就很假啊 看就覺得很像塑膠玩具 就覺得很噁心這樣 但是有時候他如果已經炒了 你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那就吃啦 對啊 那就是好吃了 TWBABY 就是我平常超愛吃火鍋 然後去火鍋店 我都會盛一大碗的沙茶 然後自從大桶的那油爆料之後 我就再也不敢用沙茶 然後我跟我爺爺去吃火鍋 我爺爺第一件事 就會衝去櫃台說 你們油是大桶的對不對 你們沙茶是大桶的對不對 然後就一直逼問別人 然後就算他們是真 你孫女是假女人對不對 對啊 就算他們真的用大桶的油 他們應該也不會承認吧 我覺得 就是不敢承認 就很危險 不過現在可能在這個 因為各個餐廳之間 他們自己都要為求自保 就要提出證明嘛 像我知道成品他們是管得很嚴 我們餐廳在他們裡面 他就要說你的 你提出這個證明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提供給消費者 證明我們不是用那些 有問題的油 所以很多的餐廳可以慢慢的 自己做這樣的自清的動作 是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有很多 關於這方面的知識 還有實驗 就要請兩位專家朋友 一起做一下囉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獨物專家 顏忠海醫師 歡迎 歡迎顏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請問一下 除了最近爆發這個 黑心的油品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食品 也是可能是這個 黑心商人下手的高危險群 其實黑心商品滿多的 就以我們比如說 剛剛有同學提到火鍋 我們到火鍋的時候 也許你會 大家都會點油條 放在麻辣火鍋 不過可是那個火鍋 那油條裡面 其實有些師傅 也許他不知道 他在製作過程那個油條 也許用到 所以看起來 那個油條就比較漂亮 比較膨大 不過我們這樣吃 有可能你就不小心 就把理 就吃到肚子裡面 吃久了會怎樣 對 我們都知道理的話 它這種金屬 對我們是不好的 它有兩個壞處 第一個壞處的話 理的話 它會作用在我們的神經系統 影響我們腦部 所以可能我們會有 然後另外理的話 另外壞處就是說 它會影響我們的骨頭 我們有一個特別名稱叫 所以很容易腰痠被痛 甚至骨折都有可能 好 接下來第二位 是我們食品專家 譚敦馳老師 歡迎 歡迎男老師 大家好 大老師請問一下 現在很多食品的 為了調味 都可能會有黑心的東西 有沒有哪些東西 是天然的其實可以替代 其實這個是比較困難的 妳說妳自己油有問題 那麼我們自己去買花生來炸油 但是我們也知道 花生容易受到黃曲毒素的汙染 所以這個也不是那麼建議 對 老師不好意思 我想掐個嘴是因為 好 我不炸花生油 我炸芝麻油或別的油 因為我前一陣子 有一個朋友受我一個炸油劑 但是我又看了新聞說 妳自己炸的油什麼 沒有經過穩定處理什麼 也是不行的嗎 還是我們可以 不會 還是要現炸現用 對 其實那個 你要炸油 其實可以自己 自己現在好像已經有一些炸油機 對 有炸油機 但是它能保存多久 它絕對不可能太久 我的經驗大概一個禮拜 它就會油耗味 一個禮拜 是不是炸完要放冰箱 最好是 然後一個禮拜用完 對 要不然會有油耗味 我就很不建議炸豬油 因為為什麼 我知道大家現在都是去搶購豬油 可是現在環境已經變了 豬油的它的 它的那個飽和脂肪酸太高 對心臟血管是不好的 然後再加上整個環境的變遷 子溶性的毒素會殘留 所以還是市面上有品牌 然後多多的選購不同品牌 分散風險 可能是比較好的方式 其實本節目對於最近 黑心有事件 我們做了一個爛人包 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黑心油事件的期末 來 最近黑心油事件 被大家瘋狂的討論著 新聞每天都在報 報得消費者頭昏眼花 到底什麼油可以吃什麼不能呢 其中最讓人緊張的 莫過於銅液綠素 以及棉子油 這兩種原料了 到底它們會對人體造成 什麼樣的危害呢 首先就讓我們來了解 銅液綠素是什麼吧 其實它是以數種合法的食用色素 由植物及殘的大便所提煉而成的 它可以合法被添加在調味乳 口香糖 杯酒精飲料以及泡泡糖 但為什麼使用油及麵條 卻無法添加呢 油還有麵都會夾著 高溫的話 其實就會可能把銅液綠素裡面的銅 釋放出來 是的 所以長期累積過多的銅液綠素 會導致噁心、嘔吐 甚至會損害到肝腎的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洗腎 及肝癌比率 會為居世界前幾名囉 那這一次的第二主角 棉籽油它到底有沒有毒啊 大家放心 棉籽油是由棉花籽提煉而成 若經過精煉剔除棉芬 是可以食用的油 可是若未將棉芬剔除 吃下去會有什麼後果呢 男性的一個金蟲 降低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沒錯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都覺得很可怕呢 而研究也顯示 如果男生每天使用一湯匙的 劣質棉籽油 可是會造成90%不孕的機會呢 可是大桶這七年來 卻進過一萬多噸的棉籽油 相當於三十座游泳池 而三十座游泳池 到底有多大呢 它可是相當於四個足球場 六個小巨蛋那麼的大 連有台灣食神支撐的阿基斯 都為此黑心油事件 在媒體面前大聲斥責說 我自己是彰化人 我都很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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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彰化人 都替他們感到丟臉了 目前市面上 到底哪些食物可以吃 哪些是不能大 除了政府要替民眾把關之外 消費者也要看清楚成分標示 遠離化學物質 我只能說天然的最好 好 俄羅斯輪談時間到了 到底哪些主持人可以活下來呢 好 我們現在準備了兩杯是香油 也就是我們講的麻油 對 對不對 一個是大桶的 一個是健康的 請 來 最不會看人的 但是說不定很會看優惡的 辣豆哥 失誤耶 拜託 你覺得 二樓斯輪盤 這一杯比較香 所以你覺得是 真的 真的 比較健康的 KEN哥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我就不用選了 因為納豆選的一定是假的 所以KEN哥覺得這個是真的 是的 我們要問專家請問 就是從香味我們現在是不是 大家好像有一點點 基本常識就是說 那個香味太撲鼻而來的 就其實是人工香精嗎 是不是 對 很有可能 就是說我想正常油的香 是淡淡的香 如果你聞到很濃 很持久的香 很有可能就加了人工香精 非常有可能 那油除了香味還要怎麼判斷 因為我們不可能把人家打開來聞嗎 就是說它的色澤嗎 還是 色澤好像 它比較淡 對 黑的比較 黑心的比較淡 然後安心的是比較深 是可以判斷的嗎 其實色澤來看不大準 對 其實當然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 送實驗室來化驗 真的啊 哪裡啊 在哪裡啊 各地 台灣各地實驗室 我們要送去哪裡啊 當然我們衛福部他們會有 他們自己的實驗室 有儀器可以測說哪個油 可是他們現在很忙了 對啊 還是說 還有那個名間 有一些SDS實驗室 標準的實驗室 也可以幫忙鑑定說 哪一些油是真的 哪一些油是假的 所以請問一下譚老師 如果真的我們今天要去挑油的話 有沒有哪一些方法 可以讓我們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不可能 背一個實驗室 你看這個衛福部要 驗這個脂肪酸的比對 都要花很多時間嘛 所以說我們其實我們挑油 就是仔細看好這個 這個它的標示 那有三部 就是不要調和油 不要精緻油 不要氫化油 那要三藥 哪三藥 就是要多品牌 多種油 然後藥小包裝 多品牌就是分散風險 因為這麼多的那個都一一的中獎 就各種毒都吃一下 不要累吃太多 我們會知道的話不是太多 至少你有幾家是分散的 但是我們剛剛有幾個嘛 其實這次出問題的就是調和油 那調和油是怎麼來的 就是先精緻過的 然後把一些油混在一起 這是一個相當不健康的方式 因為精緻的時候 它就把一些它的分類都去掉了 已經沒有這個營養的成分在了 然後你再把這些不同起焉點的油 和在一起 你的烹調方式只要一錯 就整個就是反而產生的致癌物質 各位 其實我們這邊 還準備了一個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寫得上是 其實我們常常很多的食物 後面有沒有看到一些 它的這個增加的一些調味料在後面 原料 那究竟哪些東西呢 因為聽起來是這樣 譬如說有高果糖糖漿 玉米糖漿 洋蔥粉 棕櫚蠟 胡金 氫化植物油跟蒸餾醋 大家來看一下你覺得哪一些東西 有可能是對你的身體造成有害的 好 大把寫下來 好 我們來問一下小哈利你寫的是 我選的是胡金 為什麼 金聽起來就不好是不是 對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 它那個胡那個字就感覺怪怪的 胡理精 對 這感覺好像是有問題 所以雖然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不過我就覺得有問題 用字面來猜就對了 假設鮮的話應該比較好 就是我覺得胡金也是 感覺就是人化學的東西 化學東西感覺這邊的身體都不會好 不是要純天然的比較好 然後氫化什麼的 就為什麼不寫植物油就好 為什麼要加個氫化 氫化植物油 剛剛專家有講對不對 不要氫化的 小喬你寫全部 因為我覺得上面那些 從字面上看來 我常常從一些不見開 你看看食品上面看到 這邊沒有醋 對啊 應該沒有 沒有醋 洋蔥粉 聽起來就洋蔥粉 對 可是 跟胡椒粉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好 沒關係 你們答案都先不要放下 我們請專家來解答 我們先解答這些 好 來 答案是 高果糖玉米糖漿 玉米糖漿 以氫化植物油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不好的嗎 不好的嘛 對人的不好的 我想沒錯 就是高果糖 玉米糖漿 玉米糖漿 其實我想大家有到外面 買那個索窯杯飲料 其實裡面的那個玉米糖漿 那個糖分都很甜 甜度很甜 熱量很高 所以其實現在人很多 都有什麼心臟血管疾病 所以你吃多那種索窯杯的飲料的話 你不知不覺的 攝取很多熱量 然後發胖的話 其實降了很多心臟血管疾病 所以的確是 對身體健康 那可樂汽水裡面 有這個東西嗎 可樂汽水也有 有 也有 也有 所以像前一陣子 紐約市市長 呼籲他們的市民 而且甚至他要規定說 以後不准賣超過一千 就是 一千CC的那些 汽水什麼 他就被市民就罵說 你這個市長也管太多了吧 因為他們過重的人 真的太多了 所以其實 說不定未來就會這樣規定 對啊 就是我想很多 碳酸飲料其實都滿多 那個玉米糖漿 然後剛剛有提到可樂 其實可樂現在大家更擔心一點 就是說 因為它當中有用到 焦糖色的素 然後在製作過程當 可能會產生一個致癌物 就是 甲基米醋 所以這自甲基米醋 其實在動物實驗 也證明說會導致一個 小老鼠的肺部腫瘤 腎臟腫瘤或者 甲狀腺腫瘤 真假辣椒油難辨別 結果令人出乎意料 旁邊前有兩個這個辣油 辣椒油 一個是真正辣椒油 另外一個是我們 哪個是真的 來 教父級的人物 對 因為答案很明顯 藍的是真的 請舉手 真甜為什麼 辣椒油應該不會有 香油的味道存在 史丹 紅色吃起來其實 直接是馬嘴巴的 請天哥公布 好 1 2 3 請 哈利吃的是 黑心食品 這我也滿意外的 對 大學生了沒 對 這自甲其實沒錯 其實在動物實驗 也證明說會導致一個 小老鼠的肺部腫瘤 腎臟腫瘤 或者甲狀腺腫瘤 我跟你講 這些人應該都不怕死 你們先把答案板放下來 桃姐姐問你們一個問題 因為那天我看到新聞上面寫 說台灣對於可樂的這些 就是有害物質的標準 反而是更寬的 比美國 他說我們的有毒物質 是高了93倍 93倍 請問看到那個新聞之後 你們還是繼續喝可樂嗎 圈叉 還是會 瓜哥3 Josh 完全不怕死 基本上我幾乎每一天 我都在喝可樂的人 你看到這消息你不會覺得 金子也不會油了 頭髮搞不好油化掉了 就想說算了 都已經喝那麼多了 那能怎麼辦 非禁出來那再說好了 那都你也是 我也是 因為我自己一天大概平均的 可樂到兩罐可樂 就大概吃飯就會配一下這樣 如果在外面吃 你們可以改喝維他魯皮嗎 不過真的講到 現在我們黑心實驗室 一項一項來這個教大家一下 好不好 好 首先是請問大家對於自己辨認 食物真假的能力好嗎 好就打圈 好 哈利跟小哈利都打圈 哈利 我覺得我應該 你只會辨別瞎人啊 還有嗎 我覺得像這裡面的食物 應該三項都可以分別出來 真假 小哈利 有些吃起來就會怪怪的 下面我之前有吃過一個冰淇淋 就是味道超級奇怪 那奶油很像是 巴比娃娃會聞到的味道 巴比娃娃 你吃過巴比娃娃 巴比娃娃 沒有 那個味道很像 塑膠 塑膠的味道 我們就來考試 是 打圈的大家都知道是誰 因為不多 哈利一家 一門中烈 還有Ruby 恩綺跟Kiwi Baby 好 我們來看看首先上場的是 分辨真假食物大會考 首先第一個登場的就是辣椒油 平均外觀 香味進行見識 大學生們能否順利修出 非天然的食品呢 好了 我們現在請到了 我們黑心專家 哈利哥來到我們現場 對 他很自負 在我們面前有兩個辣油 辣椒油 然後一個是用在紅色的標籤 跟在藍色的標籤裡面 一個是真正的辣椒油 另外一個是我們調出來 所以各位面前也有紅這個藍椒油 紅藍 所以你們現在可以就外觀 顏色 然後也可以稍微淡一點味道 來看一下你覺得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真的 來 教父級的人物 哈利 靠你了 文一文 這麼明顯 這麼厲害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為了顯示出你們的決心的話 你們大家決定哪個是真的之後 你要把面前那顆水餃 沾滿這個油 然後吃下去 有人跟他答案一樣嗎 藍的是真的 請舉手 我覺得是藍的 藍的是真的 為何 好 真甜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紅色這個 它有非常明顯的香油的味道 我覺得它辣椒油應該不會有 香油的味道存在 好 好 你們藍色首先放 紅色是真的請舉手 史丹 沒有 就覺得色澤看起來 因為藍的有點太 太螢光 太螢光了 因為藍鏡直接是麻嘴巴 麻舌頭的 好 我們藍的現在跟哈利一樣 可以先沾一點 先來 你們先用水餃沾藍色的來吃 我來吃 為了對自己的選擇已是負責 相信哪一個是毫無添加香精的 辣椒油 就必須將它吃下肚 紅色標籤辣椒油顏色較深 帶有濃厚的香氣 而藍色標籤的辣油 帶有淡淡的螢光色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安心食品呢 現場這兩碗 一碗是天然的辣椒油 一碗是化學的辣椒油 我們就先從這個很篤定的 好 哈利博士 藍色的 請看 1 2 3 請看 哈利吃的是黑心食品 這會滿意外的 因為我們剛剛自己通通聞 你覺得好像應該是這個 對 因為這個很香 如果光從氣味我們真的 就會覺得這個是假的耶 是假的 這個 我覺得這個 可是我聞就是知道這個是真的 為什麼 你的判斷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假的東西你聞的時候 你只要聞久一點 你就會有一點不舒服 我基本上 對 你 不要 我已經很不舒服 你會覺得不太舒服 可是它這個東西是聞久了以後 你反而會就是覺得 這有點層次的感覺 對 真的是這樣 真的嗎 可是我也會混掉 因為我們剛剛聞過麻油 然後這個就都是麻油的味道 會不會是辣椒油是天然科 是 這個有沒有 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醫師 吃得出來 這怎麼分 我們沒有一般買得到的柿子嗎 就是我們自己隨身打 都沒有 沒有那個柿子 應該是沒有 糟糕 不過這個可以看得出來的話 其實這種辣椒油的話 其實它根本沒有辣椒 都從一些沙拉油 辣椒紅還有辣椒精 提煉出來的 所以你看完全沒有辣椒成分 是滿誇張的 所以它顏色為什麼會紅色 就是因為辣椒紅 然後它為什麼會有辣味 就有辣椒精 不過其實雖然說這兩種成分 看起來沒有很明顯毒性 我們還是很擔心 因為它畢竟是化學物質 搞不好有一些消費者 它本來是屬於體質敏感的 搞不好它吃到那種人工色素 辣椒紅 它就 搞不好就皮膚長整治 所以剛剛它沾了一下 有沒有問題呢 它這樣吃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關係吧 沒有 我想它沒問題 不過如果有特殊體質病 搞不好碰到 吃到辣椒紅 配的辣椒油的話 可能就會皮膚長整 或七床髮 就是化學的東西 會發作 所以我們身邊 如果不能帶柿子又沒有實驗室 我聽見 帶一個哈利 什麼都他先吃 帶哈利吃什麼就不要吃 哈利吃什麼就不要吃 他很有把握 好…你先回座 不過在這邊是不是 同學要來給我們看一下 是怎麼樣做假的辣椒油 是 歡迎Angela 好的 現在Angela要來告訴我們 究竟化學的辣椒油 到底是什麼做出來的 居然可以騙過我們的鼻子 其實這邊就是油 一般的沙拉油 然後這個的話是辣椒紅 辣椒紅的目的呢 這是什麼 藍色 藍色 它是為了… 色素 對 它是色素 它是為了藍色的 其實這樣滴進魚 看一下 滴進魚之後 好 滴很多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辣椒精 就是調味用的 對 會辣的 對 會辣的部分 然後這樣子滴進去之後 這跟做肥皂也很像 也是滴一些色素 香味 然後這樣子調一調 就啦啦 就變辣椒油了 就是一般大家的化學辣椒油了 也太快了吧 也不這樣 這麼簡單就這樣兩滴 而且你想看看 這兩瓶可以滴出多少瓶 多少的 對啊 一點點就好了 對 這樣子其實可以試試看 它的味道完全就是跟辣椒一模一樣 辣椒油一模一樣 來 這應該猜拳書的才好 是 聞聞看啦 聞聞看我們就知道了 對 可以聞聞看 是不是 所以 其實妳說真的 我們在外面如果看到那種 真的 我還聞到覺得有花椒味 對 對 這個真的分不出來 很多的聞出來就是這個味道 鄭州四川的什麼麻辣什麼油 對 其實聞聞看 它那個辣椒香精的味道 它已經有很濃厚那種 一般的辣椒味 對 不過要問一下鹽醫師 我們除了辣椒油 醬油 還有哪一些我們常用到的油 也要注意 對 單瓶外觀看不出 真味芥末難分辨 是有關這個芥末 我覺得我應該OK 因為我超愛吃日本壽司 紅色的怎麼樣 很嗆 非常嗆 我覺得這是假的耶 乍看外表 我說真的我會選假的 對 因為顏色是太亮 對啊 因為那個太綠了 藍色的 好 我們來公布 一 二 三 有兩種 一個是傳統人工的醬油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化學醬油 因為傳統人工醬油的話 要好幾個月才能量造出來 很耗時間 很費時 所以很多 很多業者他用化學醬油 是調配出來的 然後這種辣椒化學醬油的話 其實主要是有兩大問題 雖然說它口感也是還不錯 第一個問題的話 它製造過程中 它可能會產生一個致癌物質 叫散立品二醬 然後我們也擔心長期暴露的話 會有離癌的危險性 然後另外一個 醬油的話其實 它是深褐色 也是用到焦糖色素 黑黑的 然後其實這當中有可能 會有甲基米醋 也是一個致癌 其實我身邊有一個朋友 他本身就是一個 經營一個無毒的食品的網站這樣 他每次跟我出去 他自己帶醬油 然後我以前還會笑他 我說你這樣有沒有太高剛 他就用那個小洋酒瓶有沒有 他就裝了 他用的這種 所謂天然發酵的醬油 吃起來就是鹹 就是沒有甜味 就是鹹 對不對 唐老師 其實那個天然醬油 它沒有再經過一些調味 其實是不當好吃的 它有豆香味 但是有一個很簡易的分辨 你要是純釀醬油 你搖一搖 那個泡不容易消失 化學醬油的話 搖一搖 泡很快就消失了 我們可以自己做醬油嗎 什麼都想自己做 除非你坐在雲林 雲林的感覺 比較不恰當 是因為我們沒有去偵測 黃曲毒素 其實在台灣黃曲毒素 是很可怕的 很多人沒有B型肝炎 沒有C型肝炎 可是卻得到肝硬化肝癌 就是黃曲毒素 因為我們又喜歡吃醃漬類的 台灣又特別 像剛才我們說的玉米糖漿 有的人喝到玉米糖漿的東西 對 我自己的兒子 對 我兒子念大學的時候 就是念大學的時候 就是體育課 就是有一個禮拜是球賽 然後因為在家沒有飲料 然後到了學校去 就跟著同學這樣喝微甜的 喝了一個禮拜脂肪肝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然後後來他就 我們就跟他講不要再喝了 因為其實沒有其他的來源 但唯一想到就是這一個 結果停了大概一個月再驗 就完全正常 了解 對 所以大家飲食還是真的要注意 因為真的病從口入耶 真的 現在馬上就來檢測一下飲料 第二項要進行的 真假食物大會考 要登場的項目就是檸檬汁 平時在餐廳喝的檸檬水 有沒有可能是香精調配出來的呢 好 小哈利你也代表 來 因為剛剛哈利已經貢估了 看弟弟會不會猜對 對 好嗎 你剛剛也打圈 你來問問看 你覺得哪一杯是天然的 天然的最好 沒有味道 紅色 紅色 沒有味道 紅色 藍色這個是天然 為什麼 因為 它是天然的 它味道比較濃 它是天然的 而且我覺得檸檬本身 就有檸檬的味道 當然 不然有那個味道嗎 不然有芭樂味嗎 可是這一杯沒有 它沒有檸檬的味道 它有啊 沒有 你鼻子壞了吧 真的沒有 這一杯比較重 就這一杯比較濃的味道 那比較重的你覺得是天然的 比較重的 對 我覺得是天然的 而且這一杯還想用它的果肉 來掩蓋 來掩蓋它是假的 它裡面有點果肉的感覺 對 果肉也可以造假我覺得 所以你覺得 反而比較香的是真的 對 好 這杯反而都沒有東西 對吧 它越來越不確定了 好 大家認為是藍色是天然的 請舉手 果然是哈利家 為什麼 哈利你為什麼覺得藍色是天然 沒有 我是紅色 舉錯了 不能改吧 不能改吧 所以整場只有你覺得藍色是天然的 其他為什麼覺得是紅色淇淇 因為我就是看裡面有果肉 然後因為我覺得 如果特別有檸檬的味道 我覺得就是假的 沒錯 好 我們紅色先乾杯 來 好的 哈利也加入紅色行列 只有你一定要喝藍的 藍的你也喝一下吧 大杯的囉 好 你要不要就是 好 好 他喝藍的 昨亮 我們來公布 剛剛大家喝的都是紅的 請Ken哥公布 好 請看看 究竟紅色這杯是 請看 安心食品 另外一邊就是黑心的 這顆冰淇淇淋 化學調合出來的 你剛剛喝好喝嗎 喝進去的時候怎麼樣 味道如何 夏利 感覺很正常 在餐廳都喝得到 你要不要兩個 你要不要兩個喝喝看 你覺得怎麼樣 你這個 他剛剛已經換過來了 喝看這個… 你比較喜歡哪一杯 這一杯 為什麼 因為感覺味道比較剛剛好 這一杯呢 那這一杯 你剛剛不是聞味道就說這杯 它有推南檸檬味道啊 她已經說錯了 她已經說錯了 這味道剛剛好 整個人生都錯了 其實所有哈利家都說錯了 真的 對 它割愛臨時感 好 到底這假的是怎麼做出來的 來 好 現在Erica要來教教我們 究竟這個化學的檸檬水 是怎麼樣子做出來 可以分成 用小小兩瓶 給你全世界 其實剛剛喝下去的化學的檸檬水 一點檸檬成分都沒有 你看我那麼大一杯 你手為什麼抖 你是喝了很多醬油 你是喝了很多醬油嗎 太啃太累了 來 這其實那麼大一杯水呢 它裡面要加的是檸檬酸 檸檬酸它就是提供 剛剛那個檸檬水裡面的 酸味 酸的成分 它只需要 半茶匙就夠了 半 那還不是茶匙 半的酒半匙就夠了 對 然後它再加一點點的檸檬香精 檸檬香精就是那個 剛剛喝到的檸檬味 一點點大概是 一點點 差不多 3滴 3滴 3滴就夠 3滴就夠了 然後它只要 然後它只要 喇喇 喇喇這樣子 就是一大杯的檸檬水了 好嗎 有嗎 有味道嗎 有 它非常的香 它檸檬味非常的濃厚 也太嗆了吧 非常好 這已經有點像洗馬桶的了 不夠酸 不夠酸 可是再加多加幾顆 但是就是 多加幾滴 多加幾滴 對 台老師 所以如果我們一般 如果說它是一個現炸的 我們就看它炸對不對 對 如果是比如說便利商店裡面賣的呢 其實那種酸味 兩個酸味是不一樣的 這個叫做風味 其實有的一些果汁 我已經發現它們都會標示 它是風味 不是天然純檸檬汁 它會標示風味 所以說其實我們要特別注意 就像有一些叫做風味咖啡 它就裡面都沒有半顆咖啡豆 它裡面有什麼咖啡的 對 就是風味咖啡 其實在國外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標示 就是說它有咖啡因 然後它有咖啡的色素 它有咖啡的香料都有 但是裡面都沒有咖啡豆 所以現在確定我們政府 是已經非常明白的規定 我們只要看後面的成分 它都會老實寫嗎 其實我知道再來他們 像之前那個大同有一個 沒有一顆那個什麼 花生都沒有叫做風味花生油 所以這個是要標示的 所以其實消費者自己 也要替自己把關 對 要替自己把關 對 因為有些果汁它也寫說 比如說只含3% 對 它也是會寫在 它只是寫比較小 它都會標示 對 所以無果汁也有 對 很多 所以這些果汁就是 下一波他們在看的這個部分 對 了解 好 接下來這一道題 我剛剛聽到很多同學murmur說 這個很簡單 我一定會 是有關這個 哇塞比 第三樣食物大會考 將考驗各位嗆辣的味覺啦 市售的哇塞比 也有化學製造而成的 與真正用山葵磨製的哇塞比 差異在哪裡呢 馬上來進行測驗吧 好 這個我覺得有點簡單 是 大家手上都有 紅色藍色的哇塞比 剛剛打圈還有Kiwi Baby 請出列 來 你有信心嗎 Kiwi Baby 我覺得我應該OK 因為我超愛吃日本壽司的 對 就很常跑 對 哇塞比有點嚴重 所以你光看你就是要 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 請問你覺得 男士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還是要吃一下 才會吃到耶 因為你可以吃啊 好 握手當一下 顏色太強了 這個怎麼樣 紅色的怎麼樣 很嗆 非常嗆 藍色 這個很螢光綠的這一個呢 嗆 嗆嗎 很嗆 非常嗆 這超級嗆耶 但有什麼不一樣的嗆法呢 不是 裡面有什麼顆粒的感覺 或是什麼感覺 等一下 太嗆 直奔腦門 就是 哪個真實度對妳來講 其實它吃起來很像耶 那妳就看色澤 兩邊很像 外觀 對 那妳就從色澤看好了 我覺得這是假的耶 好 她認為 紅色是假的 有沒有有同感的同學 你們認為紅色是假的請舉手 真甜 好 琪琪 紅色是假的 真甜為什麼認為紅色是假的 就其實老實說 我從來沒有仔細去聞過芥末的味道 可是 就是我就是因為沒有聞過 所以我聞起來 這個芥末味道非常不自然 就是 很不像說是天然的東西 會擁有的味道 那我們大家認為 藍色是真的的 都先吃 來 先吃一邊舉手 琪琪怎麼樣吃了以後 好 你吃太大口會不會 我播放李廷輝了 吐出來也可以 沒關係 選選你呢 很像 都很像 好 到底哪一個是安心的呢 我們這樣乍看外表 我說真的我會選擇 我不知道 我也是耶 對啊 因為顏色是太低 因為那個太綠了 藍色的 好 我們來公布 1 2 3 手條飲料暗藏危機 喝多了小心健康亮紅燈 老闆 我要一杯墨香綠茶好了 好的 老闆 你的飲料會回甘耶 請問一下大家 猜猜看飲料到底要多少錢 現在那個外面都25塊 好 正確答案是 你知道嗎 這些香精這樣喝下去 器官會有什麼影響 香精色素都屬於化學物質 其他可能會造成 大學生了沒 1 2 3 請看 Kiwi Baby 我是安心的 答對了 我很愛吃肉粉壽司 我有在研究啊 反而是藍色才是安心的 為什麼 不是 潘老師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這太銀光綠了 對啊 因為我們吃現磨的是這種顏色 我也覺得有點訝異 因為坦白說 妳有沒有看過人家現磨的那個 但是現磨的那種顏色 對… 因為我們一般來判別真假食物 我會考慮到的是它的顏色 跟它的香味 顏色越鮮艷 然後香味越持久的 我通常都一定不選購 對啊 但到假的它是怎麼做的呢 來 歡迎下一位 陳輝有請 好 究竟要怎麼樣檢驗 哪一種是真正的芥末 這邊陳輝要來告訴我們 是 就是因為有些 芥末它會添加一些澱粉 澱粉它的結構是葡萄糖 葡萄糖你要檢驗它的話 就是要加點酒 它會跟葡萄糖有反應 我們如果要檢驗的話 就先這裡有兩盤 剛剛那兩盤 先把它倒入一點熱水 把它化開 倒入熱水 對 倒入熱水把它化開 然後把它攪拌 喇喇 把它攪開 把它攪開 讓它能夠融化在這個水裡 這個以上就攪好了 真的 加進去 要咬它嗎 把它攪拌 再攪 因為看這邊 看這兩杯 這個顏色明顯的變成藍色 真紫色 這個還是一樣是點酒的顏色 所以說 這個不含澱粉 對 表示這個不含澱粉 這個含澱粉 這個顏色變化得很明顯 但是澱粉不是我們也 平常會攝取嗎 所以田老師 難道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只要攝澱粉也不會知道 其實有些的食品它調和了 它不會用有毒的東西 最擔心的是說 它調和一些工業用的 像之前我們的毒澱粉 它就是把不該出現在澱粉中 調和的東西 就是順丁C23 調到這個澱粉裡面去 那這個才是違法的 但是有一些食品添加物是合法的 然後我這裡手上還有一個就是芥末精 那可以請大家聞聞看 聞一下 對 憲哥請 太嗆了啦 那都請 對不對 就其實很像那個味道 只是再濃一點 所以說 你加水稀釋 然後如果再加澱粉 或者再加一些顆粒進去的話 其實你們要分辨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我們剛剛已經檢驗了幾樣東西 接下來其實是跟學生 還有外食族 上班族息息相關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天然 還是不天然的飲料吧 平時來上一杯清爽的飲料 總是讓人清涼解渴 今天大學生不天然飲料吧 就要告訴你手搖飲料製作過程 一解回甘的祕密哦 來 老闆我要一杯那個墨香綠茶好了 冰塊的甜度正常嗎 掃冰飯很好的 謝謝 掃冰飯啦 稍等一下喔 好的 表情好奇怪 技術好像不太成熟 好 非常快速的呢 Josh待會兒就會拿到 你是什麼 墨香綠茶 來 先生你的飲料好了 謝謝 喝看看 好喝嗎 老闆 你的飲料會回甘耶 很好喝耶 對啊 喜歡嗎 還不錯…這樣多少錢 這個價錢就在這邊 告訴你我們飲料價錢就是 等一下 請問一下大家 猜猜看飲料到底要多少錢 這樣一杯按照你們平常買的行情 大概是多少 安琪一杯25 對啊 我去買泡沫率真的都25 還有蜂蜜率 像那個外面都25塊 好 25塊的飲料 史丹15塊 差不多這個價錢 因為 就感覺不會那麼貴 15塊不大 15塊 成本不高啊 這邊有人賣10塊的也有 好 正確答案是 3塊錢 3塊 這 天然的飲料 對 因為它已經寫了不天然 對 飲料吧 好 到底怎麼調的 來 小汁有請 好 現在黑青老闆娘小汁 就幫我們調出這個 奇特的飲料來 對 其實這個飲料裡面的原料 總共有 會自然的 對 等一下 我們要做飲料前要先加點水 然後它的 我應該是先加這個 它是西四過的黃色色素 沒有…我通常是先加黃色色素 先加黃色色素 對 因為這是西四過的 然後加個大概是 它是用焦糖色素去西四過的 對 我的西四過的 因為它這個色素很強 百香果 鳳梨的系列 都可以用這個色素 攪一攪 好 然後再加焦糖色素 加點水色 對 它調它的顏色 這個差不多加到 四 OK 這樣 這麼多啊 因為它很顯色 很像綠色 茶茶是不是 對 因為它這樣調出來 它會很像太亮 所以所有沒有綠茶的感覺 這樣其實都是一種美術工作 綠茶的顏色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要加 因為綠茶 顧名思義就要有綠茶香精的味道 所以我們要加點綠茶香精 再加一 好 再把它拉拉 對 再攪一攪 可是因為這綠茶香精 它本身是沒有甜味的 所以我們要加點 再加點糖 但是大概你想喝很甜的還是 不要太甜 不要太甜 好 半糖 好 來 半糖 再加一點糖 可是現在業者他們 應該不至於在消費者面前 調這幾瓶嗎 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應該是先做好 如果真的黑心就調好 沒有 他們可能茶是調好一桶 對 有些 我們不能說全部 當然 你要加冰塊嗎 都不重要了 對 都不會冰塊也是假的 反正最後 他也是要糖冰粿 對啊 好 OK 他也適合看看 好 好 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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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說 喝完來 可以喔 有什麼味道 可以嗎 就綠茶的味道 茶味怎麼樣 茶味 有回甘嗎 我就回甘騙人的 回甘騙人 沒有到回甘 沒有到回甘 可是就是綠茶的味道 沒有回甘 大概這個不夠多 再加多一點 你再把它打 那那個香精很妙是 它也可以就比如說 想喝墨香綠 可以加墨香綠的香精進去 它就變墨香綠 茶味就有了 有… 真的 這樣就有回甘了 有 你要不要喝看 不要 我怕回天拔樹 對 再喝下去還想不了 對啊 所以像這樣 同學你們平均一天喝幾杯 有喝到兩杯的請舉手 大學生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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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 同學你們平均一天喝幾杯 有喝到兩杯的請舉手 會耶 玄玄 餅乾 恩綺 Josh都有 Josh 你還喝可樂 像這種色素喝了會怎麼樣 潘老師 其實色素跟香精 最主要是誠性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過敏問題 過敏 對 因為有的人 他對香精是過敏的 像以前在美國就有一個案例 一個男生吃了花生醬 就親了他女朋友一下 他女朋友就死掉了 就是擔心的是過敏 剛才你們有用到黃色嗎 對 黃色4號5號的確會引起小孩子的過動 還有紅色6號40號 我遇到很多小朋友 他們吃一個禮拜的這些糖果 就有黃色4號5號 還有紅色6號40號的糖果的 而且沒有辦法集中下來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沒辦法去閱讀 這杯雕 這杯雕 然後跳來跳去的 但是像這些香精這樣喝下去過多 到底對我們的器官會有什麼影響呢 有一點是 我想說這些香精色素都屬於化學物質 這種東西其實都 有些從肝臟把它代謝掉 有些從腎臟把它代謝掉 可是如果我們每天都在吃這些 化學物質的話 其他可能會造成肝臟或腎臟負擔 其實對我們長期來說是不好的 醫生請問一下 台灣的不管是肝癌或是洗腎 是算全世界的比例 其實就以洗腎來說 其實我們洗腎的比例 目前是全世界最高 像我們目前有2300萬人口 可是洗腎的病患就有6萬多名 所以你算一算它那個腎型力 是滿高的 像我們腎臟科醫師 我們到美國參加 美國腎臟科醫學年會的時候 美國腎臟科醫師他都很喜歡演講說 他喜歡引用我們台灣的資料說 台灣洗腎的比例是 所以我們在樓下聽 我們都覺得很汗炎 就想說 可能腎臟科醫師沒有把病人照顧好 不過有時候我們就要看 那麼多黑心食品的爆發 被媒體洩漏出來 就代表說 其實這種腎臟會壞掉 洗腎比例那麼高 搞不好跟黑心食品有關 所以其實這個排毒方法 就是請大家多喝水多運動 多吃蔬菜 然後盡量就少喝一些這種合成製品 然後盡量還是要少油少鹽少糖 這一點那都是絕對做不到的 對 我祝福妳 好不好 多吃天然的 要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大家健康 明天見了 拜拜 謝謝 謝謝